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来围观 脸书的Mar Zuckerberg对于中国 Bike Dance底下的TikTok 真的是情绪十分的复杂 在上次我们听证会当中呢 就听到他对于TikTok的批评是毫不留情 对于来自中国这样子的社交新平台 造成美国可能文化上面的影响 是再三的宣导给美国的政府官员们呢 是大大的强调一定要力挺脸书 才可以立抗来自中国这边的恶势力 但是在听到川普昨天说要封杀TikTok 跟WeChat之后呢 他就说这个可能应该要再三思一下 就认为就会开启一个非常严重 并且糟糕的一个潜力 这个是在昨天8月7号周四的时候 Mark Zuckerberg他在全体员工大会上面他的发言 他说我认为TikTok背禁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潜力 无论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都必须要格外的谨慎跟认真对待 在美国封杀TikTok呢 会开创一个非常糟糕的长期先例 而在之前 Zuckerberg刚刚在美国市场推出类似TikTok形态的reels 而且在国会听证会上面就说 中国从美国科技公司窃取技术是有证据的 在员工大会上面呢 Zuckerberg就被员工希望可以来谈一谈 微软跟TikTok之间的收购交易 以及脸书到底是不是有意来收购竞争对手TikTok Zuckerberg一方面表示他不在全公司范围内的会议上面 来评论公司并购策略 但同时也强调TikTok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情况 他说我只是认为这会开创一个非常糟糕的长期先例 不论是用任何方式来解决处理之后呢 都是需要非常的谨慎严肃 他说我真的很担心 就可能会在世界其他国家产生长期的后果 虽然眼下TikTok遭到了封杀的威胁 但Zuckerberg他最担心的是 未来脸书的产品肯定会起为全他国家的封杀目标 所以Zuckerberg他是说他了解川普对国家安全的担心 但是呢他更担心的可能就是脸书 会不会在其他的区域遭到同样的禁令 另外竞争与获益的层面呢 Zuckerberg就说从竞争层面来说 TikTok被禁只会让脸书适度的受益 对很多人来说TikTok呢 短暂的背禁会帮助到脸书的短暂发展 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层面 他说像我们要推出reels 虽然说TikTok如果被拉下架的话呢 对我们的短期推出会比较容易 但是生态的大改变 对于我们未来的远景并不是一定是个好事 reels呢就是非常跟TikTok使用方式 以及感官以及体验 是非常类似的一个新产品 现在已经上市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去下载来使用看看 那另外为什么Zuckerberg会那么紧张 到底在中国Zuckerberg是有钱可以赚吗 为什么如此担心中国这边可能会有的反制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虽然脸书在中国没有直接的业务 但是透过中国区的广告代理 其实获得的广告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10% 可以说是脸书最大的收入来源地之一 首先呢我们就看到报导指出 在官方的渠道上面帮助脸书对接中国的市场 是一家成立于2014年 名为非书互动 meet social的facebook 中国区官方授权的广告代理机构 主要的业务就是面向中国企业 还有机构来帮助客户 像脸书还有instagram来平台投放广告 也负责广告优化 策略规划 创意设计 还有视频制作这些服务 最重要的呢就是透过脸书旗下的社交网络 强大的数据信息 来为中国企业还有机构提供独到的海外市场的动减 那根据非书互动官网提供的消息 他们服务超过1万家中国的企业客户 日均投放大约是25000份广告 服务对象涵盖知名的品牌 新锐的app产品 电商平台 还有游戏等等 在2019年非书互动曾经透露 他们在脸书跟instagram的平台 销售额最高可以来到20亿美元 在官方渠道之外呢 市场研究机构 Pivotal Research的统计 2008年 脸书在中国地区获得的总收入 估计达到了50亿美元 而且是不断增长的一个趋势 占集团当年销售额的10% 单凭脸书在中国的销售额就足以让它成为中国第七条大互联网公司 对于脸书来说呢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更是难以足以潜挡 中国这边呢 企业互联网的广告投放开支就接近4000亿人民币 大约是570亿美元左右 中国市场的总量已经相当于Facebook全球的广告收入 根据美国媒体CNBC报道 在今年1月Facebook他们亚太总部新加坡增设的新工程师团队 非常的巨大 专门就是针对中国广告客户来设计一款新的广告投放系统 来提高广告投放的效率 而且也要保持网络通讯顺畅 这显出脸书对于扩展中国的业务呢 虽然表面上Zuckerberg说的是非常的强硬 已经不要去中国了 但是其实业务上面呢 还是有非常大的野心 不知道您怎么看呢 谢谢您观赏今天的来未观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